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就是一樣繼續看如何去做資料整理的部分 上節課 我們在做資料整理前 我們都先給大家看一個原始資料 現在的原始資料長這個樣子 問卷編號12345678910 Desease名稱 Desease總共有三個 那這三個一個人最多就是三個Desease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 以第一個人來講他可能就是沒有Desease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第二個人來講他有兩個Desease 高血牙跟C肝 第三個人有C肝跟腎結石 好我需要整理成什麼樣的資料形式 這樣的資料形式 他是不太好用的 舉例來說 這樣子請問一下我要找到有C肝的有誰 你發現什麼意思 你發現了是不是不太好用 你如果在Excel上面有一份這樣的檔案 你要找出有C肝的有誰 你發現 這裡有C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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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需要select出來對不對 如果熟悉Excel使用的人 你們就會發現 這個沒有辦法做 對不對 Excel有辦法 做交集的跨欄位選擇嗎 沒有辦法 可以 可以 不是交集的可以 連集的沒有辦法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說我必須 把資料改成這個形式 第一個人 他有沒有BPH H有沒有B肝 行肝有沒有B肝有沒有C肝 以此類推下去 好 你可以看到 第二個人跟第三個人 他是不是這裡都有C肝 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 我要把這樣的資料 轉換成這樣的資料形式 你們現在可不可以想一下 要怎麼樣 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 很久沒有給大家加分的機會了 我們現在給大家加分的機會 要做之前 我們想一下 第一步要做什麼 有沒有人要講的 設一個資料庫 設一個資料庫 什麼意思 你有沒有講具體一點 DataFrame 好做一個DataFrame 那個DataFrame應該 形狀應該什麼樣子 做那個 Desease的 Factor的 那個 數目 Desease的數目 然後跟人數嘛 對不對 好來來來 姜聖謹 姜聖謹記 記錄一下 好不好 那那個 好很好 第一步是做這個 那我們 留給其他同學一些機會好了啦 第一步你需要先知道 你的目標矩陣的形狀是長什麼樣子 對不對 那 第二步勒 第二步要做什麼 第二步 第二步也不能說做什麼啦 第二步就是 這個ID填進去嘛 然後一格一格填進去嘛 對不對 好 那 現在問題出來了 呃 那 這個 Number of Raw 以這個新舉證的Number of Raw 它是比較好解決的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剛好這份資料 它的人數 它就是一個Raw一個人數嘛 所以 這兩個舉證的 Number of Raw是完全一樣的 那Number of Column就困難啦 Number of Column是 這裡這裡這裡 就要C桿同時出現在這裡跟這裡 這樣算 一個還兩個 這樣算一個 你不能說 呃 所以你不能說這裡做完一個 Number of Label 這裡Number of Label 這裡Number of Label 然後把它加起來 這樣是不行的嘛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需要把它做一個 整合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C桿無論出現在哪裡 它都只能算一次 所以你注意到了什麼事情 你注意到了說 我需要把重複的去掉 對吧 我需要把重複的去掉 有去重複這件事情我們似乎教過 對不對 那還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可以去重複勒 我們 asp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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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勒 你說 aspector 你說aspector它有去重複的效果 因為aspector之後Label 它自然就只剩下一項了 對不對 沒有錯 aspectorLabel這個 這個我們也是可以啦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啦 好不好 來首先 我們 先把檔案讀進來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 開錯了 不是這 這裡 這裡 好 我們來先把檔案讀進來 欸不是這裡 欸這個讀檔 讀檔我就不教了好不好 讀檔你們應該自己都會了好不好 05 好我讀進來對不對 好第一步我就是要把三個變相合併嘛 然後剛剛不是說 那個aspector跟level把它 就是把它組合起來嗎 三個合併 那 是不是接著就aspector然後就level是不是就可以做出來 好我們試一下 好這個這個可以了解嗎 這個 看得出來這件 這一行在做什麼嗎 我們把 234合併 對不對 合併完之後變old delete 好我們看一下old delete現在的樣子 欸 是數字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在數字的狀況下 你把它轉成 factor再把它 levels 它只出現數字啊 數字 為什麼會變數字 我這邊看起來 是文字對吧 我合併了之後為什麼會變數字 有沒有人 因為我們也不要講說有沒有人知道了好不好 因為 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 欸 something wrong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是不是要去 用class 仔細的看一下 它是一個factor 它本來就是一個factor factor跟factor的結合 還記不記得我們在 第1節的課 把factor跟整數結合 我們發現原來factor的本質是個整數 那為什麼factor跟factor不能自己結合勒 不能直接結合 因為 第一個factor它的字典 1跟234 它代表意思 跟第二個factor 代表意思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簡單的合併 你們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如果你們聽懂這件事情之後 你們就知道說 那 為什麼我一開始覺得是walk的 是因為 我認為它是一個文字形式 對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它如果原本是文字 那文字本來就可以直接結合了嘛 對不對 我結合起來 再把它轉成factor 再去用levels去處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如果妳了解這件事情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非常清楚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 要先把它轉換成文字 好 把它全部都轉換成文字之後 注意我語法貼的部分喔 答案讀進來之後 先全部轉換成文字 這個時候 你先在head 看的時候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改變的 對不對 可是這個時候 你再把它結合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的old disease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想要的樣子了 是對吧 好是我們想要的樣子之後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用factor跟levels的組合 得到levels disease 可以接受吧 那這是不是就是我們的那個 大矩陣的形狀 所需要用到的資訊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當你可以接受之後 我們 這個我們就 我們就 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就可以進行後面的步驟了 那除了你可以 檔案讀進來之後 一個一個 column 把它改成 那個就是文字以外 你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在你讀檔的時候 下一個參數 string as factor 等於false 注意它default 它是一個true的 那如果你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的這個檔 為什麼 這個這個 就是 我只要複製後面這行 因為我路徑這樣就出錯了 好 你會發現 似乎沒有什麼不一樣 欸可是 如果你直接問 class 它就直接是文字了 這樣沒有問題吧 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 default的讀檔 它可能會把這個 就是文字 直接把它讀成英子 那實際上 如果你下了這個指令 它讀上來是文字就是文字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就可以直接進行操作 你就可以得到levels disease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這樣 這樣如果你覺得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資料轉換的重點只有一個啦 就是我要先想好目標的格式 然後用回圈一格 一格的把它填滿 我為什麼 一直強調回圈就是這一點啦 就是回圈 但是你在做回圈之前 你總是要有個辦法 把這個 就是把這些 我們想要的資訊把它 整合出來 把它弄出來嘛 對不對 並且要用可以鎖影的形式 為什麼 因為鎖影可以跑 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我們就 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通常是這樣子 我們就i等一 快做 那 顯然 這個 level sample 為什麼我沒有 我在哪裡 沒有 我在哪裡 level sample在哪裡啊 欸 我在什麼時候做了level sample 欸 這個也太好笑了吧 我的level sample在哪裡 為什麼我找不到 我找一下啊 欸真的沒有欸 好那也沒有問題啦 好不好 level sample 這個level sample它顯然 它顯然就是這個 這個 就是 data裡面的 第一個column 好這樣沒有問題吧 這個level sample它顯然就是 data裡面的第一個column 那這個level sample啊 這個 12345到77號嘛 對不對 好那 我首先先把 data裡面屬於 level sample i一個的 i現在是1嘛 對不對 把它抓出來 並且 它的第一個column 它如果 它的第一個column我是不想要的嘛 我知道第二個跟第四個嘛 所以這樣子我做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 欸這是第一個人的 delice對吧 它什麼都沒有 可以接受嗎 它什麼都沒有 對吧 那我們 這個我們一樣可以用percent in percent 這個我們上一節課有教過了嘛 對不對 上一節課我們是不是就是用percent in percent 然後把我們的這個 把我們的這個 這個就是 東西做出來 好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levels delice 然後percent in percent 然後後面是完全一樣的 對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當然是 第一個有 為什麼第一個有 因為第一個是空白 它的確是有空白嘛 對不對 那 後面就沒有了 那 因為我 我 第一 我這個 欸你我這個連new data 我都沒有產生喔 啊這搞什麼鬼啊 我這個 我這個程式碼不完整耶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來把這個 我在這邊打給你們看 但是我等一下想辦法把我的這個 網頁更新一下 好不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好像少了一頁啊 我覺得它好像少了一頁 不過這個沒有問題啊 等一下你們練習的時候 大概過一分鐘之後 它應該就會好了 好那個 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喔 就是我要先產生new data嘛 對不對 來 在產生new data之前 我需要點 n.desease n.desease它是不是就等於 lens levels.desease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levels.sample以外 我是不是n.sample 它是不是就要等於 lens n.sample 欸 levels levels.sample 對吧可以接受吧 好然後 我的new data要長什麼樣子呢 等於 matrix 然後我先填0嘛 對不對 然後 n.desease 等於 n.sample 對吧 那n.colon 等於 n.desease 好那這樣子我全部做完之後我的 new data 它現在是不是長成 我想要的樣子了 對不對 啊下一步我要做什麼 欸這裡要加1 我忘記了 好這裡要加1 好加1之後 我的 new data的colonance 我是不是要先填進去 我要填什麼勒 id 然後 我的levels.desease 這樣沒有問題吧 我這樣全部執行完之後我們看一下我們new data 它現在是不是已經填上去了 第一個是id嘛對不對 接下去 我把new data裡面的 第一個colon把它填入 levelsample 好那這樣子我的new data是不是就沒有問題了 我的第一個colon已經填好id囉 好下一步我要做什麼事情 下一步我就是 把這個levels.dese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把它 就是把它就是 填進去 我需要用到這種方式來填 這樣沒有問題吧 然後把這個東西把它填到new data裡面的 第i個raw 然後除了第1項我通都要填嘛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 i等於1 這樣做完之後你會發現我的new data 是不是 欸為什麼沒有 我看一下啊 欸這個 太有趣了吧我看一下 這個這個 發生什麼事了 喔 好 它的 這個new data 這個這個這個 我本來這個是true跟false嘛對不對 因為這個矩陣它現在 它現在是一個數值形式啦 我這邊如果把它改成 把level 把這邊先factor 不是這裡 把這邊先factor再level 好我 我為什麼要 我為什麼我剛剛就是 少打這個東西啊 欸levels 我剛剛少打這個東西會有什麼影響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的levels現在 levelsample現在它是文字格式 這樣可以接受吧 剛剛是數值格式對不對 因為剛好 那個levelsample它就是id的 它就是 整數的形式 這樣可以嗎 那 我這邊改成 這個 文字的形式之後 因為levels是一個文字的形式嘛 現在我的class 我的class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文字 那現在啊 我要產生這個 new data的時候 它填入 levelsample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new data 它是不是就變成文字格式的new data了 好文字格式的new data 我在填這裡的時候 它才有可能填出 填入true跟false 我們再看一下 看到了嗎 它是不是第一個colum通 都填true跟false了 它在 第2 第二個colum 它是true沒有錯 剩下的地方 它是不是全部都是false了 第一個colum 因為它全部都是空白嘛 對不對 這等於它沒有病 好那我想 我今天在這裡啊 我已經把 這樣的一個順序 已經跟你們講過了 那 我中間少了一些層次嘛 等一下我會補上去 好不好 但是 即使我不補 你們應該也有能力完成這項工作 也就是說 欸 你應該是有能力 完成這張表格 如果你完全follow到我的工作 那你其實就是做個回圈就可以解決了嘛 對不對 好請你 完成這張table 好就這個樣子 那你會注意到有一些 有些部分 忽略啦 舉例來說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少了一個 空白這個colum 少了一個空白對不對 那我們來想一下我們要怎麼解決 好不好 那我們給大家試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這一題就是 呃 我們 從頭到尾的整個過程 我再大家都要review一次 好不好 然後 我現在在這裡 已經有這個 這裡已經可以貼了 好不好 這裡可以貼了 大家就沒有問題啦 好 我們直接 這樣貼上來 好 好 首先 第一行我們先把檔案讀進來嘛 喔又這個 s 好先把檔案讀進來才能levelsdelice 這個 剛剛就做過了沒有問題嘛對不對 來這一行非常重要 我們把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就是 第一個 他是空白嘛對不對 空白我們不要 因為空白他是沒有病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不要 所以我們把第一個取消掉了以後 這-1就是把第一個去掉嘛 他剩下的東西是不是全部都是疾病了 他剩下的東西都是疾病了以後啊 好我們 接著把 level sample把它 先factor在levels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以後 現在這就是我們 所有sample的人數了 好我的new data 產生了以後 這個new data 他的number of rows就是 lens level sample number of columns lens disease加1 然後 column length 填進去id跟levels disease 然後new data填進去了以後 現在這個new data 他長成 這個樣子 沒有問題 好接著 我要填入第一個 raw嘛對不對 第一個rawi等於1的時候 我把它填進去 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產生 他全部都是這樣就沒有問題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我要怎麼把它包成回圈呢 請你i等於1的地方 for i in 1到多少 lens levels 點sample嘛 可以接受嗎 因為我每一個sample都要做嘛 好然後接著 我把這裡 複製過來 那其實 其實 我就是這麼做 那他就結束了 好那你看 我們以這剛剛c竿這裡 看到了嗎 第二個人跟第三個人他是不是都是true了 剩下的地方他當然也都填對了 好那我想 這就是 第一題的答案 但是第一題的答案這樣子啊 這個 最後其實還加上一個 我把它改成data frame 這個要改不改隨便啊 好不好 我們來試一下 改了之後會變什麼樣子 好改了以後啊 其實 也沒有什麼不一樣 只是 你看這個雙引號啊什麼事就被去掉了 對不對 好這個 這個樣子啊 其實不管是上面還是下面 我們都可以把它 用write.csv寫出去了 他都是會 很 很正確的格式 這樣子 好我們再給他5分鐘的時間 go through一下這整個過程好不好 這個資料整理的部分 我上課會上的非常非常慢 因為他 要的思考會非常的多這樣子 我們第二個小節想要做的事情啊 是 這樣 是這樣的一個事情 大家看一下喔 本來我們的data 這非常的單純 都是有什麼跟沒有什麼 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 事情變得複雜起來 來 一個病人 然後他在 某年某月某日 的某個時間 他做了某某檢查 結果是多少 這個樣子 我們是非常 難去閱讀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以後你是 以後你身為一個 醫師 你應該啊 你比較想看的是這樣的data 某某病人 在什麼時間點 他測了 Cretinin 肌肝酸 他的數值分別是多少多少多少 你會比較想要看到這樣的格式 好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辦法看出這樣的格式 就是 應該是下面這種格式比較好閱讀 上面這種格式比較難閱讀 你們應該有辦法 這 這個格式顯然是比較容易 就是容易看啦 對不對 好 問題又來了 為什麼醫院 不要一開始就把 檔案存成這種格式 要存成上面這種格式 好 原因很簡單 因為在醫院裡面的testname 他這個名字 可能有幾千種 如果你弄成這個格式 那不是有幾千個NA嗎 是不是 要的儲存空間就比較大 所以我不可能用 我不可能用這種格式 那我只能夠用這種格式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如果你聽得懂 這件事情的話 那這個 呃 你就要知道說 以後你遇到的data絕對都是這種格式 可是我想要把它轉成這種格式 那我就要匯轉 好 在匯轉之前 你遇到了什麼問題 來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原本 大家都非常清楚 第一步是什麼 目標矩陣的格式 N乘 M嘛 對不對 好來 M是多少 這個 不難求 不難解決對不對 來 第一個要patient number 第二個要 時間 後面就是 Levels TestName 對吧 TestName有幾種 我這裡就有幾種 對不對 好 來問題出來了 那那個 Colin 那個 弱有幾個 弱有幾個好球嗎 弱有幾個你會反正很難球 為什麼不好球 因為很簡單 現在有兩個變數 現在有兩個變數啦 有patient number 又 這個date了 對不對 有兩個變數 你們有聽懂 這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 我現在啊 這個 就是 patient number 跟這個 如果我今天 顯然這個 我直接跟你們講 這個patient number 總共只有10個人 不然我們現在來 我們現在來稍微 做一下實驗好了 來 Lesson 05 好這個 這個 Levels Factor 好 你會發現其實他只有十個人 但是 每一個人有好幾次時間嘛 對不對 所以顯然不可能用 顯然不可能用這個就是 病人人數嘛 那時間數勒 時間數你會發現有1532個 可是問題是 問題不是1532 問題是同個病人 有可能有 在同個時間測啊 對不對 也有可能不在同個時間測啊 這樣難道是10乘以15 1500多嗎 好像又不是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怎麼辦 各位同學你們有辦法想到 要怎麼解嗎 好 所以這個事情不好求 對不對 有幾種方法可以做 不然你如果沒有產生 就是你如果連這個你的目標舉證 如果是多少 你都不知道你後面是顯然做不下去 有幾種方法可以做 第一種方法 我們 第一種方法比較簡單 就是 這個事情比較直覺 可是問題是我們不是照這種方法做 我們等一下看我們後面怎麼做 就是他各有各的好處 好不好 我們只想跟大家講說 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好幾種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 這個data 我們看一下這筆data 它的前兩個column 顯然是我們 顯然是我們有興趣的關鍵 對不對 那我們可不可以產生一個叫 index data 等於 data 裡面的第一個到第二個column 那這樣我的index data是什麼勒 這個我 後面的講義沒有喔 好不好來 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只剩下關鍵的資訊了 我們是不是有學過去重複啊 好像有學過對不對 來 所以說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 等於 index data裡面 我們把index data 就是 我們 產生一個叫dupe好了 好不好 dup 等於 duplicate index data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 我是不是可以只留下false 只留下false 那這個就只出現一次了 對吧 那我只留下false index data 等於 index data裡面的dupe 它等於等於false 那我現在的index data 1540 所以目標矩陣的 大小應該是1540 跟剛剛1537不太一樣對不對 對 果然有時間 因為那個算到分啦 所以要兩個病人同時重複的機會 也不是那麼高啦 但是果然是有的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所以用時間絕對是有問題的 這樣可以吧 這是第一種方法 那我們再來想另外一種方法 好了 這種方法齁 也沒有什麼不好 只是說 後面的程式會比較複雜 我們來看另外一種方法 我覺得另外一種方法比較好的想法是說 我沒有辦法 我現在有雙變數 那我可不可以一次處理個變數就好了 也就是說 舉例來說 我現在有10個病人我知道 那我一次處理個病人 問題是不是就簡單多了 你們聽懂我的想法嗎 我不要一次處理兩個變數 我一次處理個病人就簡單多了 那我一次處理個病人 那我之後再把10個病人的結果 合併在一起就好啦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是不是比較簡單 有 合併沒有很難啊 合併不是有很多什麼 RB的這種函數可以合併嗎 對不對 好所以說 我先處理個病人 可能會比較簡單 那以後如果你遇到 三變數 四變數 甚至以上的 你就知道說 其實我可以用這種方式去解決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Levels TestName 這個比較簡單嘛 對不對 這個 這個不需要我介紹 你們就已經會了 好 Levels TestName有這麼多 然後 N.TestName 這個當然自然也 自然也是很簡單的 好總共24個嘛 所以 Colin 是好解決的 好 首先我們先產生 Levels Passion Number 然後再產生 N.N.Passion Number 好這樣全部執行完了之後 我們來看 我們現在一次只做一個個案 問題可能會簡單一點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個案的時候 請大家開始習慣 我們就直接寫I等於1開始 也是用這種格式來 這種格式來繼續 I等於1開始 那原始的data就變成一個subdata 對不對 這個subdata 現在就只有 病人是第一個 是第一個病人的這個格式了 這樣 這是第一個病人的嘛 對不對 現在這一份subdata裡面 patient number 是不是完全沒有任何意義了 因為他就是同個人的 所以現在他唯一的變數 是不是剩下 collection data 好請問一下這樣你有沒有辦法處理 這樣你有辦法處理啊 因為你知道 這個的目標格式就是 一樣 他的number of column 還是 Levels Test Name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求過 就是26嘛 對不對 好 24加2嘛 就是加兩個 對不對 可是他的collection data 我是不是就有辦法 得到他 對於這個病人來講 有幾個 時間點 這樣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這樣是不是 也不會那麼難求了 好 我看著喔 Levels data 我把 subdata 注意是subdata 不是data齁 subdata 第二個column 那是不是剩下這些 然後一樣給他Levels 然後再 Levels collection date 好 可是這樣做完之後 這樣看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應該可以接受這個邏輯吧 好 可是你發現 欸 怎麼會是1532 為什麼 原來 Levels 在 這個 原 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 subdata根本就沒有1532個raw 他Levels怎麼可能會有1532咧 原來因子向量 在進行 data變subdata的過程中 他的Levels會繼承 他的Levels會繼承 那也就是說 這個 我們 看到我這邊的描述了嗎 在切割檔案的時候 因子向量 仍然記得他以前有多少個類別 所以我們要想個辦法 把這個記憶洗掉 怎麼洗勒 你現在 你不喜歡他的Levels 你不喜歡他本來的排序 那請你先把它轉換成文字 那這個時候記憶是不是洗掉了 你把它轉換成文字 你再把它轉回音子 那這樣子的話 你出來的這個答案 是不是就標準 好看著 以後你的Data變subdata了以後 你必須先把 你必須先把 第二個column 轉成文字再轉回音子 然後接著 這個時候 你在做 這樣的一個 把Levels collection data 把它抓出來之後 他的數目就正確了 這樣可以接送 好這件事很重要 洗掉記憶這件事很重要 那其實 我們不要講說 它叫洗掉記憶 它其實縮穿了 在程式語言裡面 它就是 這個物件格式的轉換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我們要非常清楚 我們現在要用到的這個物件格式 是什麼 那我們就把它轉換過去 然後我們 不斷的在左右 我們要不斷的互換 然後去 擷取到我們需要的資訊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要整理其實說穿的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建立這個大舉證了 對不對 這個大舉證 我們先做一個病人就好了 我們先做一個病人 所以它叫summetrix 我們先做一個病人 它的這個matrix summetrix 它就等於 這個 Number of Law就是 132 對吧 這樣沒有問題 那Number of Column呢 是 N testNand 加2 然後它的Column Stance 就是 Patient Number Collection Data 跟Levels TestNand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全部執行完之後 我們現在再看一下我們的Subdata 好這樣大概沒有問題了嘛 對不對 好沒有問題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Column 我們可以把它填入 第二個Levels Patient Number 這樣沒有問題 這是同個人啊 可以了解 這是同個人喔 好 那接著咧 第二個Column 它是不同的時間點嘛 所以我們要把全部的時間點都填進去 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的Subdata 看到了吧 175這個病人 第一個時間點 這些我們都還沒填 但是 我們前兩個關鍵的Index 已經填進去了 對吧 接著我們來看後面怎麼填 好後面怎麼填 有點困難啦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又要找 第一個時間點所有的資料嘛 對不對 可是我們I已經用過了 所以你看到了吧 我們需要雙層回圈 好我們來怎麼辦 唉呦 I這個 I這個 就是I這個鎖影值 它其實被 那個Patient用掉了對不對 那我們要看再開一個鎖影值 我們是不是要換一個變數 我們用J來代替它 好本來 注意喔 本來我們是Subdata對吧 現在我們變SubSubdata 然後我們用DJ的鎖影值 在Subdata裡面找到 屬於DJ的TAM 它的DATA 這樣子我們全部拉下來 你會發現現在的SubSubdata 它有四個資料 在第一個時間點 它做了四個檢測 數值分別是 4.3 7.3 3.7 138 那我是不是 我的目標就是 我要把這些Value 填到 唉呃 主要說第一個值是IP 對不對 那我就要填到 這裡的 呃 我們要找到IP的位置 在這裡我是不是就要填進 這個 填進多少看一下 填進4.3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你們知道 你們通常要做這些 你們要 用程式語言寫這件事情之前 你們總是要用手做過一次 聽得懂 手做過一次 你們就知道說 噢我現在需要什麼 好 我要填到這裡 我需要什麼資訊 噢它是第一個RAW 第幾個Color 我不知道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知道 它在第幾個Color 欸我這邊不是有 我要透過這個資訊來做 對不對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欸那你們有發現 我 是不是 這裡有四行欸 欸這裡有四個RAW 那它有時候會不會測 五個 它有時候會不會測 十個 所以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其實我一次也只能處理一行 我一次也只能處理一個RAW 所以我現在啊 我必須要再開一個鎖影子 那就是 剛剛已經IJ了嘛 對不對 那下一個就K吧 那我一次就處理一行 那這樣子我才有辦法做嘛 因為我必須找到IP是在第幾個Color 然後我必須把 那個ColorNumber加上 第這個RAW 把它填進這一個值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一步一步要怎麼填 好首先 我現在又要再加一個叫K 這個參數啦 那 K 這個參數抓到了以後 我現在 SubSubData 裡面的K個RAW 第三個Color 是不是就是我的 那個名稱 那個TestName的名稱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現在必須找說 這個TestName名稱 它是出現在原來的這個 這個SubMatrix裡面的哪一個Color 好 我要怎麼找叻 來 Position 這邊有個函數叫Which Which 這個位置啊 可以告訴我們說 來看著喔 這個Name 它出現在 Level hasName的第幾個位置 我們打Which之後 欸 它告訴我是11 有沒有看到它在第11個位置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它在第11個位置 這個Which這個函數 為什麼可以做這件事呢 因為 你這樣打之後 它會出現很多個False 中間有個True Which這個函數 其實就是問 問它說 這個True是出現在哪裡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為什麼要加2 因為前兩個Color 是Index Number 這樣可以接受吧 就是 SubMatrix的前兩個Color 它是不是 Pation Number 跟Collation Date 所以在這個SubMatrix裡面的 第13個Color 它才是IP這個Value 好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有了Position以後 有了Position以後 這個Position13 這是一個重要的東西喔 我之後這個 我SubMatrix這個4.3 我是要填到原來大矩陣的 第一個Raw 第13個Color 對嗎 可以接受嗎 第一個Raw 第13個Color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要怎麼寫第一個Raw 第13個Color 看到了嗎 我要這樣寫 這個Raw J是在這裡 對不對 第13個Color 13是Position去描述的 對吧 它等於什麼東西咧 等於 我要填到的是 這個Value 對不對 這個Value是什麼 來 第K個 第K個Raw 第4個Color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關鍵是這一行 我一格一格在填 對吧 這一行涉及了多少個變數 三個變數 很嚇人 對不對 也就是說 我的 J啊 K啊 在變化的時候 這個Position也會相對的變化 它填到的位置都不一樣 好我把這一行這樣子 Raw下去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的SubMatrix 來我們看著哦 來第一個Raw的 第13個Color 是不是被我填進4.3了 好有看到吧 它是不是填進去了 好 當你的想法 如此的 符合 就是 這其實就是我們人在做的時候 我們第一筆要填到哪裡 我們是不是經過了這麼多個思考過程 那我們用程式碼通的描述出來了 以後 好事情就要發生了 你們有發現 我前面幾個練習題 我都不斷在叫你們練習包迴圈 對不對 這一坨是不是可以包成一個迴圈 什麼的迴圈 K的迴圈對不對 好請問一下 4 K是從多少到多少 1到多少 Number of Raw SubSubData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把迴圈包起來了 好 你把迴圈包起來 那我們就要試啦 來全部執行一次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的Sup Matrix 好看到了嗎 是不是Total Chaosim也被寫入值了 Sodium也被寫入值了 對不對 這個IP 然後Cretini也被寫入值了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所以說 我們現在 這樣子 包成迴圈之後 K是不是包成迴圈之後 他現在是不是 就可以把第一個 SubSubData 把它填完了 好 可是問題是 再來 J J 這裡是不是要全部重新執行 可以嗎 J這裡要全部重新 好請問一下 J 4 J桶多少到多少 Number of collection date Collation time 對不對 在這裡 Number of collection date 全部包起來 來 這樣我 這樣子 第1個人 第1個人 我是不是就全部處理完 好我現在看我的Sup Matrix 看到了嗎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每一個時間點的所有東西都填完了 這樣可以吧 欸 那這是 這個就是在這裡 啊我現在是不是又可以把它包成迴圈 欸 你們再仔細跟一下Follow我的過程 我剛一步一步在往下拉回圈的時候 思考過程 一步一步 你看起來好像做得非常慢對不對 可是當你要往上包回圈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發現 欸其實沒有很難 如果前面為什麼一直在教大家 包回圈 你會覺得 有些人可能覺得這很簡單啊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要寫一個多層次的回圈 你不這樣包 那你鐵定是 就是你不這樣想的話 你鐵定是很難去 一開始就想出 你有沒有一開始有人想到 這是一個三層回圈的任務嗎 沒有 對不對 也許有人可以想到是雙層回圈 但你們寫下去發現 原來是一個三層回圈的任務 可以了解吧 好那我們來 那I回圈比較不好包 I回圈為什麼不好包 因為I回圈裡面 它會產生一個submatrix 對不對 我要如何把submatrix留下來 因為每次我都要產生一個新的submatrix啊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I回圈 它一直包是沒有意義的嘛 對不對 因為我並不是 我要我要把很多個submatrix合併在一起 對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 我們怎麼包哦 來 這樣子可以得到一個完整的submatrix 那我們首先 在I回圈的最後 我們要把它 產生一個finaldata等於nun 現在我們的finaldata 它什麼都沒有 但這個什麼都沒有的finaldata 可以在回圈的最後 可以在回圈的最後 就是I等於1完成了以後 我們把finaldata等於rby的finaldata跟submatrix 這樣這個submatrix換掉之後 這個finaldata是不是會一直繼承 一直繼承它原有的記憶 那我們現在I等於1做完 來看一下finaldata 現在這個finaldata就是 RUN跟submatrix的合併嘛 對不對 好接著 I等於2再做一次 好我們用tales這個函數 你看到 這個病人 病人被換掉一個人喔 這個 Number of finaldata 它變成288了喔 本來現在的submatrix 它是156喔 是不是第一個人跟第二個人被合在一起了 那依實類推 你是不是知道I回圈要怎麼包了 來 4 I是從多少到多少 1到N.patientNumber 對吧 來全部包起來 複製過來 好 好收工 完成啦 好請大家試一下好不好 好我知道這個過程喔 這個過程喔 大家知道為什麼 你看 我們這節課為什麼只準備了 兩個練習題了嗎 對不對 不好想 好 請大家稍微試一下 等一下大家可以拿一個更大的檔案 剛剛的檔案只有10個人 請你稍微 亂過一次 那請你試著拿這份更大的檔案 那你拿這份的檔案 你會發現這份檔案的格式 跟之前基本上沒有不一樣 只是多了一個sex的欄位 那這是故意的 因為多了一個sex欄位 你有很多語法就要改掉 你不能直接貼 好不好 但是應該沒有那麼困難 因為你非常清楚 本來第二個欄位是 Date 對不對 是時間 現在它變成了第三個欄位 對吧 所以說 請你試著完成練習二 這一題喔 鐵定是要花掉大家非常多時間的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試一下 好 各位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練習二 真實的要求是什麼 然後 我會帶大家從這裡開始做 好不好 來 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 我們啊 這個新的檔案跟之前的檔案非常像 但是 有一些欄位的變化 這個欄位的變化 導致 剛剛前面的語法 沒有辦法直接用到這個語法裡面 好 但是 解決的方法 也非常簡單 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把所有的所影值 然後我們就改了文字 改了文字的話 一定是比較精準 對不對 這比較不容易弄錯 好 第二個是 我們希望這次不要填入數值 而是填入True跟False 因為注意這份檔案裡面 後面有個Minima跟Maxima 我們只想看出 這個Value是不是異常 就像說你看 第一個病人的Sodian 它顯然是異常的 那異常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要填說 131 它不在這個範圍之內 可是你注意到 有時候它只有Maxima沒有Minima 那代表這個Value 這個Test 它只有最大值 就是它的Normal Range 是小到負無限大的 那如果 它是只有最小值沒有最大值 那就是它的Normal Range 是可以大到正無限大的 它太低才有問題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 那做一件事情 因為這邊的病人數 這個檔案非常的大 我們把檔案讀進來 你看一下 這個檔案 光讀檔就要有些時間了 對不對 它的NRAW 欸 18萬 這個非常的大 如果你們覺得這樣就大 那你們一定沒有看過更大的 好不好 來 注意下面有什麼神奇的東西 要交給大家 這邊我們先全部複製貼上 你們看到了嗎 它出現一個進度條 對不對 我們需要有一個進度條 去協助我們掌控 就是 目前我們到底需要 就是我們需要多久的時間 你這個進度條非常重要 你總是要知道說 我這個層次放下去跑之後 我是要去 泡杯咖啡 去上個廁所 去吃個飯 還是去睡個覺 對不對 這非常重要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 這個我們 要想個辦法 把這些東西 全部整合進這個語法裡面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 首先 觀察我們的資料 你發現了什麼 我們需要 Page Number 來看著喔 我還是用 我還是 我還是用這個標準的 標準的這個 就是 就是 我的命名方式 來 注意 我本來的 TestName 我本來是 就是 我本來是 用第四個卡人 或什麼 第三個卡人之類的 我現在把它改成正式的名稱 TestName 對不對 Levels Page Number 好這樣子我認完之後 我總知道我的 Page Number幾個 一千多個 好 TestName呢 一樣 TestName多了一個 居然還多了一個 好不好 那本來是24個嘛 現在多了一個 好接著 下一步我要做什麼 來 I等一 I等一開始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開始 這個 submetrics submetrics 等於 我們先講 I等一開始 然後 subdata開始 subdata 等於 I等一 然後subdata 等於第一個 patient number 那現在這是 所有第一個病人的嘛 第一個病人是26號 那26號 他的 collection data 這是不是就是 我要抓出來 Levels的那個數目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需要哪些 來 首先 我們要先把 collection data 先把它reset 它的記憶 然後 得到 Levels collection data 最後 它有幾個 54比 這個病人54比 那接著 我們是不是可以產生 我們的 submetrics 這個 submetrics的 大小是 Number of collection data 跟 Number of test name 加2 那 它的submetrics就是 patient number collection data 跟Levels testing 好這樣子的話 我們I等於1 這個病人的 submetrics 我們是不是就做出來了 好做出來以後 請你 一定知道的這件事情 好下一個 J等於1開始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J等於1的什麼東西咧 我們要產生 人 這兩個我還沒填 我先把它填進去 好這個 這個我要先把這個 submetrics的 第一個current 跟第二個current 填完嘛 就是人 然後跟時間 好接著我想要 我想要做什麼來 我想要產生一個 subsubdata 這個subsubdata 它只有 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等一下喔 我再重做一次 好 這個subsubdata 它只有第一個時間點 就是第一個時間點 它的所有檢測數 對吧 好 所有檢測數現在問題 我要一個一個填嘛 對不對 所以一樣 k等於1開始 好然後來 k等於1之後 來 names等於這個 這個 names跟position 出來了以後 names就是subsubdata testname 它的name 第一個是什麼勒 欸 怎麼可能是n呢 他在幹嘛 這打錯字了是不是 我看一下啊 subsubdata testname 還是我k還沒reset 成等於1 可能是吧 欸看到了嗎 total chaosing 這樣可以接受吧 total chaosing 那 他的position在哪裡 他的position在 18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他的position在18 我們再來看他的value 是不是就是這個樣 是不是就是 欸 dk一個 dk一個raw 然後 res value 這個 這個數值 好看到了嗎 這個value在這裡嘛 對不對 好後面 minima跟maxima也是一樣 好那注意一件事情 我要看 我的這個value是否介於 在minima跟maxima中間嘛對不對 那我要 那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剛剛不是說 minima如果是na 就代表他的值率 是可以從負無限大 的開始 如果是maxima是na 就代表他最大值 可以到無限大 所以我 再加上這兩行 如果 minima是na 你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或者是 用這樣的方式也可以 這樣的方式都可以 這兩個方法都可以喔 好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把minima跟maxima改掉了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要問他說 它是否 value是否大於minima 同時小於maxima 這樣會代表它是一個正常值 對吧 以第一個 以第一個例子來講 它是一個正常值 為什麼 因為它的value是 9 然後minima是 8.6 maxima是 10.2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那我要把這個結果填進 dj一個raw 然後它的position number 好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 我的 summetrix 它的 total closing 它true 它是在正常值之內 我把它填進去了 然後我要怎麼打包回圈 來看著 k回圈 4 k贏多少到多少 1到nraw sum...sum...data 對吧 好來 我們把它全部執行一次 再看一次 好 我們再回頭看我們的summetrix 好是不是都填 是不是都填進去了 看著 誒這邊是不是填了一堆東西 誒 它的 sodium是 這個sodium是異常的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 sodium在哪裡啊 誒 我剛剛有看錯 看錯欄位嗎 哦那哦 sodium在這裡 哦它是異常了 沒有錯吧 對不對好 那接著 我們來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k回圈 把它全部 j回圈把它打包出來 對不對 好來 4 j贏1到多少 n.collectionDate 對不對 好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summetrix給完成了 好你看我summetrix 我是不是 誒 該是有哪些地方正常哪些地方異常 它是不是就 做出來了 對不對 好最後 我要把挨回圈打包起來對不對 可是要把挨回圈打包起來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外面需要給它一個 finaldata finaldata 等於 這樣可以吧 然後 我們 每次做完之後 我們就必須finaldata等於rfine finaldata 然後summetrix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然後注意一件事情喔 我們在觀察我們前面這一個 nrfine 這個東西 我們需要 我們要告訴它最大值多少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i回圈的外面 來 i回圈的外面看著喔 這個最大值多少 我i要從多少做到多少 做到 number of patient number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好然後我接著 我打包這個i回圈 for i in1 到 n pation number 好 i 等於去掉 我把這一大串 複製上來之後 這邊有個重點喔 我需要加上這個進度bar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我需要加 我在這裡加上這個進度bar以後 我整串來執行大家看的喔 好 好 它是不是出現了這個進度條 這樣沒有問題吧 那這樣子 全部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把你的答案給寫出去了 好那我想 我們等一下留一些時間給大家練習 那這個重點啊 是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小節 今天的課程非常的重要喔 就是 呃很多 那個 去年上課的人說 課程有點太難 主要就是我們把 上一節跟這一節課 呃我們 我們 我們本來這兩節課是 其實是合成同節的啦 但我們今年拆成了兩節課 那我想拆完兩節課 我發現 大家 欸果然還是這個 受不太了 所以我們還是花一些時間 給大家練習啦 好不好 那你應該要 如果你有這些經驗之後 你應該就不會害怕處理任何東西了 因為你發現 其實你只要有辦法人做過一次 那 你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你就 你如果在下上你可以熟悉的操作 或鎖印 那你就可以會用回圈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我們 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那剩下時間給大家練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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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